好 歡迎回來 立揚我們這邊的吳子佳 他在他的這個媒體的平台上面說 對於這個油的事件 藍綠都有門神之外 他還特別點名要求蔡英文主席 必須好好查清楚 是不是有人跟這個鼎心之間的關係 難不成吳子佳在當時 其實已經暗示了些什麼呢 而且這個南部的縣市 現在都有油場都出了問題 你想想看屏東出問題了 現在台南也出問題了 我講一個 兩年前 台灣發生了美牛事件 那時候馬上就剛當選 還沒有就職 剛連任還沒就職 那時候民進黨六個縣市 全部抵制 所以你中央不抵制 我們來抵制 結果民進黨賴清德帶頭賴醫師 中央沒有任何命令 他都敢抵制了 你通通不准給我賣美國牛肉 對不對 那我為什麼講賴清德 這個事情那麼可惡 因為前面有太多縣市 已經做一王姓下架的動作 吳智陽 郝龍斌 包括高雄都已經下架了 他現在一點警戒都沒有 說我們會要等到怎麼樣 一會兒講公文 一會兒講說你要怎麼樣 但已經有幾個縣市 有潛力可行啊 是啊 都有潛力可行 而且你已經把人家 廠期12號去封了 是啊 所以他講這個 我老實講 我完全不信賴 我舉一個最近的例子 大概上個月 九月 台南有一個癱瘓 叫A先生 大家記得嗎 他看到有人來收縮水油 對 他就去撿擊 他跟誰撿擊 小蜜蜂什麼東西的事情 他看小蜜蜂來收縮水油 這個縮水油的事件 被A先生抓出來 那時候媒體還引述說 A先生比屏東龍戶還辛苦 為什麼只有拿到六千塊 那時候新聞潮很大 但是我要講 A先生跟誰撿擊你知道嗎 他跟調查局 他為什麼不去跟 台南市衛生機撿擊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他信不夠台南的衛生機 他替調查局撿擊 調查局後來還替他申院 那些調查局寫信 給行政院 給檢察官 說這個人很偉大 比那個老龍戶還偉大 應該給他更多的錢 記不記得 那時候調查局還有這封信出來 所以你想想看 台南你是不是太邂逗了 你是不是太想把握某些人了 好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一到選舉的時候 很多事情都會光怪陸臨 所以那樣我覺得 我們講話要小心 因為很多話 尤其要選舉的時候 主動八拜都翻出來 幾年前呢 柯醫師其實他還在做 台大的大醫師的時候 他在接受了這位作者 大屠殺的訪問的時候 談了很多事 可是現在事情出版之後 他發現 到底柯醫師跟這個器官的買賣 跟大陸方面有沒有關係 這個事情現在越演越烈 畫面上你所看到 就叫Gutman 這個大屠殺的作者 他是在美國眾議院的 國會聽證會裡頭作證 這是在美國非常重要的地方 如果在這邊講個假話的話 是要被關15年的 所以包括以前 美國很多歷任的總統 都在這邊做過證 這個事情我記得柯醫生說要去 去寒更正 可是感覺上 好像現在Gutman 他是要不斷的告訴大家 他訪柯醫師這段 是千真萬確的 這些 沒有錯 你記得前一陣子 我們看到這個書出來了 我第一時間去下載了 這個書來看 就發現說 哇這個人 他是真正專訪了柯醫師 然後柯文哲 在書裡面是以第一人稱說 我如何如何 我去大陸如何如何 現在記者問他的時候 柯文哲是說 他把我講了很多別的醫生的事情 都做的是我的 可是這個作者 葛特曼他有給一個聲明書 讓柯文哲親筆簽名 簽下來說書裡面寫的都是真的 然後後來的修改只是就文意上修改 他完全沒有動 我們看到畫面上那個是在美國國會作證 在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作證 他是視同上法院的 你是不能做偽證 因為他不能說謊的 會被判刑的 然後那個是2012年 是他還沒有出書 他書是今年的8月出書的 出書以後很多人上去看 然後柯文哲不是被記者讀到 我們記者問他 結果柯文哲否認嗎 說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作者寫過頭了 然後他說我有去寒 我有要求他更正 什麼時候更正 他說三個禮拜內更正就可以了 你怎麼沒有立刻告呢 好那時候是什麼時候 是10月17號 記得喔 10月17號 那我現在有證據 作者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回答了柯文哲 怎麼回應的 怎麼回答 你看喔 這個板子 這是大家都可以上去Google 這是加拿大國會的官方網站 這是沒有辦法做假的 你到加拿大國會的網站 然後呢 網站上面呢 你找到他的1320頁 在10月21號 柯文哲否認是10月17號 4天後 加上時差等於是5天 5天後 葛特曼在加拿大下議院 他的外交事務跟國際發展 常測委員會裡面 一樣是聽證會 他作證 他在裡面 一千三百二十頁的這裡 他直接講 他說 這紅線這邊講的 你看喔 柯文哲醫生 Dr. Kuo文哲 Chairman of the Traumatology Department 在這裡 我直接把它翻成英文 他那個時候是台大的器官移植小組的負責員 是不是 他說 這裡有很多證據 我只要講一個就好 柯文哲醫生 他是台大醫院創傷部主任 十年前柯醫師去中國大陸的醫院去議價 肝腎的價錢 去議價 說柯醫生在議價 器官跑到大陸去議價了 特別講 特別講兩個器官 肝跟腎的價錢 他是為了他醫院裡面的老病人 比較年紀大的病人 然後他跟大陸當地的醫生 這是他講的話 在國會作證的講的話 經過友善的一個晚宴之後 柯醫師拿到中國人的價錢 因為他有兩種價錢 賣給老外就狠狠缺你一筆 那你跟我們 哎呀 久憨而熱 我們BodyBody好 然後就變成說 我們給你 等於是中國的國內價 對 國內價 所以他就 不是外銷價 外銷價是一半 等於是外銷價的一半的價錢 然後他說 柯醫師 柯文哲醫師 對於器官的品質 很顧慮器官的品質 怕說器官品質不好 然後對方告訴他 他說的都是說 柯文哲醫師說的 他說的 都是柯文哲說的 他說對方告訴他 因為都是法輪功的人 法輪功的人 不抽煙 不喝酒 所以器官的品質非常好 然後說我們非常 感謝你這樣考慮器官的品質 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 在台灣都沒有真相 可是這個事情這麼明明白白 今天這個人 這個作者 他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智庫的學者 然後他過去所寫的書 都是有公信力的 他在兩個國家的國會作證 都講同樣的內容 而且之前拿的那份資料 還是在這個事情在台灣爆發之後 柯醫師號稱要求對方更正之後 他還在加拿大繼續不改自己的說法 還是這麼堅持 而且直接把柯文哲的名字 在國會裡面講出來 他過去沒有講名字 這次很明白的講名字 而且他還講 柯醫師你不要擔心 我們的器官是極品中的極品 因為法輪功的成員 不淹不久還練氣功 這個內臟特別好 然後他不是很看不起柯文哲 柯德辦是說柯文哲是一個非常正直的 他在國會還作證 依他了解柯文哲醫生現在在台北選市長 民調一路領先 他還講到這一部分 他還帶到台灣時事 因為他是最近才作證的 我做這個調查 幸好有柯文哲的幫助 才讓我的調查這麼完整 這是他整個講法 他推崇柯文哲 所以他沒有必要說我亂講 我在直接 就剛剛董哥講的這一句就是在這裡 他作證一樣在作證的這一句 意思是說他現在在台灣的台北市在選市長 而且他是領先的 是這樣子講的 所以剛才我們為什麼 為什麼柯德曼他要一直作證的原因 是因為美國當年對於中國的器官問題 非常的慎重處理 他們要對於相關涉入者 不讓他們進入美國 所以需要證人 其實董特曼是他的證人之一 那用了很多的影證來描述這個問題 我想請教敏鋒 我們看到現在 柯醫生已經告訴大家 他有涉入這個事情 你覺得應該怎麼處理 他就承認吧 還是說他還是必須要堅持說是董特曼亂講 沒有 因為這個東西 柯醫生已經否認過了 可是這個作者在美國跟加拿大都作證了 我這時候就很佩服這個慈禧太后 那揚染不一定都是對的 對不對 我跟妳講 我現在告了 他已經告了 他今天已經說要告 他說他怎麼告 他賣三美國人 他今天要去告了 他怎麼告啊 他在台灣自己告嗎 沒有 因為我跟你講這幾個不合理 就是說如果我真的是當事人 我還敢接受這個人出來說 我在公然買賣法輪功的人的器官啊 那這個人當時這個書裡頭就寫 他是已經綜合很多人 然後只有一個人願意據名 在他的書上就是柯文哲嘛 那我覺得說他在美國國會的時候 並沒有提到柯文哲 是那個醫生 我不曉得加拿大這個東西 就是因為他的書已經寫上來了 就是跟書的內容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說 今天柯文哲他在台大的時候 他並不負責器官移植這個部分 他也不會器官移植啊 他只會做葉克膜跟開刀而已啊 他幹嘛去買賣啊 所以我覺得說這整個事情 可是他是台大器官小組的召集人 他是捐贈小組 他是捐贈中心 他是捐贈中心 他不需要去這個大陸去買 而且他有一個 他負責就是捐贈的部分嘛 那移植是由別的醫生來進行嗎 他不動刀啊 但是 林鳳對不起 漢妮有沒有動刀 可是他是要去大陸找捐贈啊 甚至不是醫生都可以做中介 台灣的 他管台灣的器官移植是有登陸的 他覺得中國是沒有 而且你器官這個移植 你是要人到現場去了 你要去大陸的 他不可能說 這個送回來你又不是誰 鄭明鳳所以你覺得葛特曼是亂講嗎 我覺得他因為他找不到一個具名的人嘛 所以他就把這個事情說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這個東西是 結果 你覺得他是把所有的東西 灌到柯一斯的頭上 是這樣子嗎 他裡面有一個關鍵 就是他書寫完了 他給柯文哲看 柯文哲簽名了 那如果柯文哲結的不投 那時候就要講說 這不是我講的啊 是 這是小寶獎的 柯文哲也說了 修出來那種跟他看的不一樣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 葛特曼有沒有這個膽子 因為在美國國會作證加拿作證 這個如果是作偽證要判15年 不過回頭來說 如果真的是涉及器官的移植 在台灣絕對是違法的 是真的 對 沒錯 不過大家可以注意到 為什麼台灣現在器官移植這麼多呢 其實因為買賣是有問題的 但我們身體為什麼壞得這麼快呢 比別的國家壞得快 我們吃了太多壞東西了嗎 對啊 重點就在於有的問題了 不過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頂星這個黑油的事件之下 大家注意到的是越南的大幸福場 可是你可曾知道 越南的世紀之徒 也被頂星給引進來 吃進我們的肚子裡了 好 我們休息一下 來揭秘